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好意思 我比較糟糕 你們秘書長他這個工夫連到已經高段了 我這個高段了還不夠 所以他會這樣一回站兩點我沒辦法 好來 我們繼續 好來 現在來說流球返返的模式 195年的二月29日 UQ的民政府成立 他也有行政立法施法三權分立 這是在美國指導下成立的 OK 在1948年到1958年 他們是用B型軍票當作鈔票 但是到1958年後就開始用美金 而且在1972年他琉球返返之前 琉球人要去日本的本土 要用美國琉球民政府發行的旅行證件 才可以去日本本土 比如去東京然後去大阪 等於琉球人離開琉球等於是出狗 他去日本是出狗 因為那時候琉球是被美軍軍事佔領 這就是他的旅行證明書 這就是他的旅行證明書 好 那在1971年的6月17號 那個美國跟日本政府 他們簽訂了一個琉球返返的協定 那是尼克森總統跟那時候的日本首相佐藤榮總 他們協商 協商的結果是 就是日本你向美國要求 那你把琉球還給我 我日本要付出什麼代價 美國給他開三億兩千萬美金 這個賠償金 因為琉球那時候美金也在琉球 死了一萬五千多個 那簽訂這個協定以後 他在1972年5月15號 尼克森政府就把琉球還給日本 他是屬南洋道 注意喔 沒有辦公投 很多人都說 琉球是因為辦公投才回到日本 其實沒有 因為軍事佔領區 就是軍政 以前我們常 國民黨政府叫軍政 訓政 憲政 那軍政就是 一個命令就是都要執行 不用公投 軍政的時期沒有民主 那個佔領軍 佔領方的意志為意志 他的行政命令就是等於是法律 OK 那我們台灣在67年來的 中國國民黨教育下 許多人被教育成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他認同中國 所以你那個時候 你如果用公投要決定台灣的前途 要統獨的話 如果像 今年的1月14號 如果是一個統獨公投 那我們就變成統派的台灣 然後再被 中共那個併吞 而且這是和平併吞 美國一直強調 說台灣問題 你中共要用和平方式的來解決 那如果說這個和平併吞 都沒有打仗喔 只有公投 那這個國際上這個是合法的 有可能 到時候每日恐怕也很難插手干涉 因為這是我們台灣人自己的決定 這個台灣將淪入勇士浩劫 所以為什麼美國會反對公投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我們 都是被電視報紙蒙蔽了很多消息 蒙蔽了很多真相 然後我們自己如果自治建國以後 責任的風險 建國以後我們台灣人必須納稅 我們要自己服兵役來保衛台灣 還要自己購買軍事武器 還有在還沒有加入聯合國之前 要自立防止中國武力的併吞 其他國家沒有法理跟義務出兵干涉 因為那時候我們剛獨立 都沒有跟外國簽協防條約 那在那個沒有外國幫忙的情況下很可能 因為中國他現在軍力有比較 跟我們台灣比是比較強大 好 那我們用東帝文來做例子 東帝文他在1975年11月28日 從葡萄牙獨立 那是他葡萄牙的那個屬地 成立東帝文民主共和國 但是在九點之後馬上就被隔壁的印尼入侵並佔領 1979年7月成為印尼的一個省 叫東帝文省 在這20年前的統獨抗爭 造成大概10到25萬人死亡 很亂 都是在內戰 都是在打游擊仗 OK 那1999年的8月30日 在聯合國的監督下他舉行的全民共同 大多數的東帝文人投票同意要從印尼獨立 OK 那就獨立成功嘛 但是在公投後到同年 那只有一個月下旬嘛 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印尼的軍隊殺了大概1400人的東帝文 並且摧毀了東帝文大部分的國家基礎設施 等於是焦土政策啦 你不讓我併吞 那我就通通把你搞垮 所以到現在東帝文是世界上 極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 大部分的物資都要靠外國援助 很慘 喊獨立很爽 可是真正獨立就 這麼慘 這麼慘 蛤 啊 有得有救援嗎 但是 都被外國司令 那個 好坑的齁 沒辦法輪到他們這樣 也是 有一些那個礦權 被人家買走了 買斷了 以前很貧窮 為了錢很便宜都賣給別人 那我們如果在美國軍政府管轄下來自治 第一個 免稅 免當兵 國防的武器設備 還有軍費 那些軍人的薪水 都 美國他要負責台灣的安全 這省下的經費來建設我們台灣 就可以成為東方瑞士理想家園 就 剛剛我們林老師講的 如果我們所有的制度都學美國就好了嘛 那不用假老嘛 已經有好的制度 擺在那裡 我剛剛聽那個林老師講 很嚮往 OK 這個沒錢 人家就錢 自己嚇到你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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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要流水 OK 好 好 好 那我們來檢討那個 我們1月14號的選舉嘛 我剛剛這個我講過了 好 選前蔡英文踩到美國哪一條黃線 很好 他去年的9月去美國訪問 他跟美國講說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哇 美國很高興喔 這個頭腦算清楚 結果他回來 10月11號在高雄市的勞工公園演講 他說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中華民國不是外來政權 是台灣政府 哇 假的啦 台灣等於是中華民國 那就等於 台灣的主權已經免費送給中華民國啦 他本來他只有管轄權 沒有台灣的主權 可是你已經把所有權杖法上送給他 免費送給他了 所以這個 講起來 蔡英文是賣台灣的 不要再一次 好 OK 好不好 那國際戰爭法的鐵則是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嘛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你真的送給他所有權狀 而且還讓他就地合法 他合法可以管 擁有台灣還有管轄台灣 蔡英文沒有經過我們 我同意就把我們下架給他 哇 這很嚴重 那為什麼選前美國要幫助馬英九 OK 那個時機點正好碰上兩件事 就是伊朗在發展核武 揚言要封守河母之海峽這個事件 還有北韓的領導人金正日剛好過世 那時候 那時候怕這兩個地區太動盪 而且那時候 美國現在他是說 他的能力只能 打一個大型的戰爭 還有一個小型的戰爭 不可能 同時打兩個大戰爭 就像二次日戰 歐洲戰場還有太平洋戰區這樣 他沒有辦法打大型的 所以美國需要台灣海峽兩岸穩定 所以馬英九是美國跟中共 共同可以接受的人選 OK 而且 因為馬英九很多把柄在美國手上 美國隨時可以 直升機五分鐘就到 就可以把他帶走了 好 好 我們來談理想的 建構台灣未來的模式 第一個就是 在美國金正五下的台灣民政五 來台灣自治 這就剛剛免稅啦 當兵那個 好 立陶宛模式 我們拒絕在中華民國金正五 體制下的選舉 讓投票率第一百之五十 還有一個琉球模式 還有我們跟日本來結盟為邦聯合聯邦 這個秘書長有談過 所以我們就不要講了 好 還有我們來檢討本土台灣人 對美國的期待 很多人就說 為什麼不趕快叫美國波金會 我們台灣民政來發展 我們組織會快一點 四千儲備幹部馬上就有 還有 可以很快就可以發身份證 如果那個身份證 不要收一千塊 免費 那很快就到了 我們台灣人是職員而已 又是老闆 我們很多事情都還沒有做好 為什麼不叫美國軍隊趕快來 佔領接管台灣 這個老闆人要做什麼事 我們是可以跟他建議 可是 那個時間 那個 是美國在安排的 還有 為什麼不叫美國把流亡中華民國政府 移到金門馬祖 這是都 快啦 應該快啦 但是 時間不是我們可以決定 是美國在決定 我們不要躍拳 OK 我們要認知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美國與日本 台灣 是敵對國 在 糾纏在輸贏 現在我們是被佔領者 美國是佔領者 美國對我們台灣民政務兩項要求 剛剛講的 四千位儲備幹部 還有 650萬份的那個 ID卡 這兩個我們準備好了嗎 沒有嘛 我們 在準備中而已 還沒有做好 美國下的兩道指令 叫我們看哪一項先到達 他就 要把中華民國的那個管轄檢 收回來 交給我們台灣民政務 所以 我們要趕快把這兩項要求做好 我們才有資格 跟美國要求 要 台灣自治 什麼事 四千個 四千個幹部 四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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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 這個應該是 比較快 尤其我們現在 都開始在 北中南的BOF 都在刊登我們台灣民政務的廣告 OK 好 這個以前好像都聽過了 我們來 我來 快一點 我來講另外一個 王先生 我們來講那個 美國亞洲 戰略佈局 這支手 這個姿勢都固定 現在放了 誰會算 工夫 還不會連高 還來換手 翻邊 我 做俄羅秘書館 演得大聲 都不會鬧 都不會騷子 我進去這樣怪怪的 開開 對 我希望說 大家回家 剛才我說的 你們回家 你們回家 看 把重點寫下來 變成你自己的演講稿 來 講講聽 因為台灣人 很多真相都沒有了解 讓 每天這樣騙到公公式 包括 鄭鋒宜最近說 我們要換下來 鄭鋒宜 只是在 背面 馬英雄的 滋味莫節 小事 他不在講台灣主權 不在講台灣的地位 不在講台灣 要帶台灣人 走下去 OK 我們現在來看 美國 亞洲戰略佈局 來看台灣地位 OK 這我準備 才會講這 這個 美國對中國 西行包圍戰略佈局分析 這個大概 剛剛 早上秘書長 也有提過 這個包圍圈 西行包圍圈 就是韓國 南韓 日本 琉球 台灣 菲律賓 跪來這裡 新加坡 馬六甲海峽 一直來 包括現在的越南 現在越南跟美國 以前 越戰打得很兇 可是現在為了要圍堵 圍堵中國 因為中國的那個 武力越來越強 現在越南發現說 他要抱兩條大腿 一個是蘇聯 還有 美國 那那個 緬甸 翁山蘇姬 本來 中國 他跟緬甸軍政府講好 要從緬甸 弄一個那個 油氣管 經過緬甸出口 可是現在 希拉蕊已經 進入到 那個緬甸 開始跟緬甸的軍政府在合作 所以 建設那條油管 也停擺了 還有 你看印度也是 印度現在也經常跟美國 美軍在演習 這個 還有巴基斯坦 也是 之前都是親美的 只是最近 因為美國的無人飛機 霧炸了 他那個邊境 跟阿富汗邊境的一些 把 那個巴基斯坦的一些士兵 打死了 所以 現在鬧得不太愉快 不然 你看從巴基斯坦 印度 緬甸 越南 還有 馬來西亞還在新加坡 這樣一直連賽 通通把他包圍起來 中國要出來都很困難 尤其我們台灣這個位置太好了 等於說 在一個人的心臟擺了一個刀子 而且是一個不成的航空母艦 美國非常需要台灣這個不成航空母艦 這是打不成的 麥克拉斯他有講過說 台灣 定於差不多12架 美國航空母艦的戰鬥力 美國現在才11隻而已 11艘航空母艦 OK 而且很好 很容易就是 美國現在擺了最先進的冰海戰鬥艦 在新加坡這個馬六甲海峽 因為中國蠻可憐的 他自己的石油存量只有7天 他只有跟中東買的或者北非買的石油 要從這邊運 經過印度洋 印度這邊 還要經過這個馬六甲海峽這樣上 這個隨時美軍都可以 跟盟軍去突襲他 只要海上一封鎖 他石油沒有辦法進去 不到兩個禮拜他們就停擺了 所以中國沒有發動戰爭的本錢 那冷戰時期 美國如何設計讓蘇聯解體 第一個他就是 讓蘇聯增加支出 你看核武器的研製競賽 到去年2011年 美國大概有8500個核子彈 核武器 那蘇聯有一萬一千個 然後真正有部署的 美國大概2150個 那蘇聯有2450個有部署 就是隨時可以發射的 可是你看這要花很多錢 蘇聯有一萬一千個 美國有8500個 這些軍費 你光它的製造 儲存保養 還有發射的那個基地 這些都要花錢 第二個 發射那個宇宙衛星的競賽 那個監諜衛星 還有那個衛星定位 還有探空到月球 看誰比賽先上月球 那個太空競賽 這個都要花很多錢 第三個 戰略核動力潛艇的研製競賽 越做越大隻 本來從那個財電潛艇 變成核子潛艇 然後 前天嘛 美國有一艘那個潛艦 核動力潛艇 它在維修的時候發生火災 那是美國62艘 其中之一艘 還有雷根的時候最好玩 雷根 他說要發展新戰武器 因為 一般的飛機 差不多 那時候都差不多碰到瓶頸 那時候雷根就 請他們的一些 戰略專家 設計一個 新戰武器的開發競賽 哇 他發了一些假消息 說 美國已經快要 研發成功 雷射的武器 用雷射就可以把 對方的飛彈 打壞掉 讓飛彈失去作用 蘇聯很緊張 趕快 撥大筆 經費 趕快 集體直追 OK 你看 而且他那時候 1980年代 蘇聯去佔領阿富汗 在那邊打了 差不多十年的戰爭 為什麼沒有辦法控制阿富汗 因為有美國的CIA 他提供給阿富汗的反抗軍一些什麼 刺針飛彈 可以把直升機打下來 因為在阿富汗三地區域區 一定要用那個直升機運送部隊 所以蘇聯的很多直升機 就是被美國提供的那個刺針飛彈打下來 所以讓蘇聯長期苦戰 陷在那裡 那個花很多經費 像美國 他打了伊拉克戰爭 最近2003年打的 到去年撤軍 去年的8月份撤軍 可是阿富汗還在打 還沒有結束 快十年了 那美國 要花了快一兆美金 一兆就我們台幣快30兆了 剛剛一直讓他增加支出 這邊讓他減少收入 在1985年的11月 美國鼓勵中東親美的阿拉伯家 來增產石油 讓石油價格由35美元降到12塊美金 一桶 這讓蘇聯每一年減少了 大概100億美元的收入 OK 然後 雷根總統在1981年 要求歐洲國家停止購買 蘇聯的天然區 那一年可以為蘇聯賺取 大概321的美金 你看 一個增加支出減少收入 蘇聯它是冰天雪地的地方 它一年大概只有一收 所以它很多物資 民生物資要進口 結果它因為沒有這些外匯 這些美金都沒有 而且很多花在沒有用的地方去 軍備競賽去 所以到後來 那時候 蘇聯人每天都要花大半天的時間 去排隊購買麵包食物 那就沒有生產力了 那個惡心循環下來 他們在1991年的12月 蘇聯就瓦解了 這是被美國這樣設計高垮 好 歐巴馬說要重返亞洲 好 這個 去年8月底 伊拉克美軍全面撤軍 要撤到哪裡 還有琉球的基地 有部分的人員跟設備要撤到關島 因為要防中共的長城飛彈工具 要把關島擴大軍事建設 做一個超級軍事基地 作為東北亞的作戰指揮 可以去支援中心 還有 韓戰爆發前 美國對台政策的大轉變 韓戰 可以說 救了蔣介石 也救了台灣 免於被中國共產黨入侵 在195年的1月5日 杜倫們發表契華 的契華論的聲明 195年1月12日 美國國務卿 邰區遜 宣布日本 琉球 菲律賓 他跨入 美國太平洋防線之內 可是那時候台灣是被排除在外 那時候台灣是被蔣介石 軍事佔領 韓戰爆發前 歐美等國都認為台灣 以後要還給中國 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可是一直到 1950年的6月25號 韓戰爆發 這個局勢改變 杜倫們在隔兩天後就宣布 台灣地位未定論 並派 第七艦隊尋防台灣海峽 而且韓戰所需的軍用品 通通向台灣跟日本訂購 第七艦隊尋防海峽兩個作用 第一個 就是也不要 中國共產黨 跨海打到台灣 也不要蔣介石 反攻大陸 好 那個美國 他的憲法 他是賦予美國國會 他可以配備還有保持海軍的權力 這是美國憲法 那個美國的憲法 那個美國的憲法 是美國海軍 建軍的基礎 美國對外國宣戰 都要美國的國會授權才可以 而且美國的國會他擁有海軍 他是對敵國方 動戰爭的主力 因為他本身就有 陸海空三軍 宣戰是國會授權 大概美國總統宣布這樣子 還有美國在現在在世界各地 部署了11艘航空母艦 他利用航艦的軍事威嚇 還有做外交利益 就好像那個第19世紀 西班牙無敵艦隊到處用他的無敵艦隊 去建立殖民地 一般恩威併用 蘿蔔跟棒子一起來 美國就每隔一段時間 就打一次戰爭 來實際驗證他的先進武器的性能 並消耗其庫存 還有即將過期的各類飛彈武器 好不好 你注意看 不然他研究了 他不知道有效 不然我們帶出來看看 別人的怕死不了 可能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美國怎麼設局讓中國崩潔 第一個他 最早他支持鄧小平 改革開放 讓中國沿海的部分省之富起來 因為衣食足而獲之熔入 可以種下反政府的種子 這就 跟我們 對 對 他知道臺灣的那個 在反抗運動一樣 以前我們臺灣就是 李定輝 起來做總統 做總統以後 他開始 那時候 李登輝差不多 那時候 我們臺灣的經濟 正高峰期 但是 我們 臺灣自己有 臺灣人有錢以後 他會想到 我的福利 我的權利 我的自由度 怎麼跟國外差很多 因為那時候我們臺灣很多人 去歐美 去日本留學 欸 發現我們真的是 被鎖在一個建制戀儀當中 大型的政治戀儀裡面 所以 那時候有錢 臺灣人就 就撥下反政府的種子 所以李登輝那段時間 經常 就是被 被臺灣 那個黨外啦 或者是民進黨 去街頭抗議 好然後 他 美國他下訂單給 中國 製造業的廠商 使 他們成為 國際分工下的 世界衛星工廠 但是 他的核心技術 這些諾號 都保留在美國 好比說 蘋果 他掌握的技術 還有他的物流 他的軟體的 研發設計 還有包括他的定價權 蘋果你看我們 他的iPhone4 在美國是 大概599塊 大概 美金一台 小小的 和台幣要1萬8 在美國 那是沒有跟那個 電信廠商合作的價格 那差不多600塊美金 其中大概一半 300塊美金 是蘋果電腦賺走了 其他的300塊美金 要扣除一些成本 其實其他代工的 像鴻海 或者那些做 觸控面板的 那個 陳宏 他們都是賺個那個 1%到3% 很可憐 只是他因為量大 所以他還認為可以 其實他賺的那些一點小錢 很多污染 都是在中國 還有一些污染在台灣 這些 其實我們賺的都是環境錢 我們把環境的污染 拿去換美金 就划不來 如果像那個澳洲 還有以色列 澳洲那麼大的一個國家 他們的石化工業 他們也捨不得開發 他們有很多石化產品 塑膠工程用的那些東西的專利 他們不在自己國家生產 他委託給我們台灣 或者是中國那些 比較落後的國家去生產 污染留在你們自己的枸土裡面 然後他買成品回去 貼上他的LOGO 他的Mark 那個富士亞架子就出來 他可以高價賣出 那我們都是在賺工錢而已 那你看 他掌握了這個定價錢 他說一台600塊美金 就600塊美金 沒有第二台 沒有人有 他的系統是封閉的系統 他說他誘導中國的資金 去炒房地產 去蓋鬼城 因為那個 中國的那個中西部很多 蓋了很多很高樓大廈 可是都沒有人住 然後去建高鐵 到處在建高鐵 去年不是那個溫州那個 快車事件 追撞 還有高速公路 這些都是用鋼筋水泥堆租起來 70%的GDP 那個 戴旭講了 翻成他的中文叫GDP 美國知道中國最愛面子 所以就稱中美為G2 世界最大的兩個國家 中美 中國人鬆開 然後讓中國去辦奧運 去辦那個上海四伯 他說他的GDP就要超音趕美日了 又使中國把寶貴的資金 用在沒有效益的建設上 OK 而且控制中國的農業命脈 種子、肥料 控制糧食生產 一個國家 糧食是一個戰略物質 沒有糧食這個國家會內亂 所以他 美國現在 孟山都公司他們出產了很多 基因改良的種子 都賣給中國 然後你跟它買了以後 你就要一直繼續跟它買 因為你種出來的那個種子 你再拿去播種就不會長牙 一定要 孟山都它有經過處理過的 所以 如果哪一天 孟山都它美國不賣它種子 那就還 而且 它那些 植物 還要特定的農藥 你種的植物它會長雜草 然後你要買它 特殊的 那個農藥 噴了之後 那個植物不會死掉 草會死掉 你如果用它 中國自己生產 噴得更 草話不死 植物死 OK 還有 利用中國購買美國的國債 現在 美國國債 中國買了大概1.2兆億 2兆 美元 欸 美國是富人 怎麼富人跟窮人的中國人借錢 使中國沒有多餘的資金 去研發高科技的居民產業 使中國的經濟優勢 並沒有辦法轉為軍事優勢 它現在連那個飛機的那個 戰鬥機的發動機 它都做不好 它有做 可是做起來很大一個又很重 而且它那個 金屬合金的那個 基礎材料 它還不會做 因為 引擎它要 耐高溫 耐高溫差 還有要耐那個叫做 摺區性 耐用度要夠 減硬又要硬 又要不會脆掉 很多東西硬就脆 你要做到 又硬 而且又不容易端累 所以這個是高科技的基礎材料 它連這個都做不好 你說 它有 多大的能耐 說它的軍事力量多大 而且 它很多經濟優勢 它沒有辦法轉成高科技的那個軍事武器 好 那我們看看 美國現在如何涉及讓中國崩潔 就像蘇聯一樣 類似 它剛剛以上的作為就是 讓中國面臨通膨壓力 房地產泡沫 出口減緩 現在上個月就已經講 它不用再保巴的那個成長率 國家企業還有地方產生的債務 還有勞資就 還有勞工的成本增加 現在很多廠商都開始往東南亞移場 因為中國已經不再便宜 它勞工成本也高 而且他們開始在重視環保 所以很多那個社長都不會通過 美國的政策不會因為總統的更換 或者不同黨當總統 就大幅度改變政策的連貫性 尤其是那個對付中國跟蘇聯 它就是一貫的就是 不會改變方向就是要把你搞垮 可是它是默默的 那你看不到 等你倒的時候你才發現你中計了 那時候要救都來不及了 而且在最後一集 它用削減訂單或者是全面轉當 就是我們台灣當時為什麼會富強起來 就是美國下訂單給我們 還有包括技術轉移給我們台灣的 什麼台積電這些IT產業 如果沒有美國的技術轉 台灣不可能 你說那個像現在中國製造業是世界工廠 可是你如果把訂單全面停掉 這些製造業怎麼辦 它有一些庫存的零件要去生產嗎 沒有訂單啊 它本身也沒有接訂單的能力 所以那些工廠都要倒掉 那工廠倒掉那些勞工就失業 以後就變成勞資糾紛了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啦 我就 我肚子也要 我為了自己我宣佈下課 好 起立 走你 老腳吃飯 到這裡